那么这个萨尔都突厥呀 他是真正来说呀 其实这起谋呀 他确确实实是秉承了 就是说汉朝 不是汉朝 就唐代的那种突厥的那种所谓的 这个屠城的这种风格 屠杀的这种风格 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毅 那么这种思想可以说是根深蒂固了 尤其是他们在接受了这个伊斯兰教之后 真正伊斯兰教开始走向极端化 也是在斯兵东征之后 那么他其中的伴随是谁呀 也是塞尔鲁突厥和后来的这个奥斯曼帝国 土耳其奥斯曼 那么我们来好好说一说 当时这个塞尔鲁突厥在大败了拜干廷帝国 生情活捉了东罗马帝国皇帝之后 师子大开口 狠狠的敲了一搏罗马帝国的这个毒杠 大家看到了吗 今天加了苦瓜真是太难吃了 灌名了以后有时候大点播的话 咱们就本内容有苦瓜真是太难吃了点播 那么感谢苦瓜真是太难吃了这个赞助 那么在饭的过程当中 那么塞尔鲁突厥人呢 一方面是为了强化这个宗教信仰 另外一方面对小亚西亚地区 因为他在他们占领小亚西亚之前 这个小亚西亚地区是一个多信仰的这么一个 就是有多种信仰的这么一个 有点是这种混沌地带 就是这里面既有这个所谓的犹太人 也有这个信仰基这个基督教的这个欧洲人 也有信仰这个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 反正他就是这个被塞尔鲁突厥学习了一波 学习了一波 那么在学习了一波之后呢 一方面小亚西亚地区 就是今天的这个土耳其地区 很快就会被控制在这个塞尔鲁突厥的手里面 另外一方面 这个地区全都伊斯兰化了 后来我跟你说 这是整个世界历史的一个分界线 等到塞尔鲁突厥人开始掌握了 就是说开始用这种方式来维护政权以后 下面的伊斯兰教都开始跟着学 呀这一套是真的是很好用 这一套真的很管用 你看看吧 来这么一波 这一地区以学习的方式 把多神教变成了单一的教派 伊斯兰教 那么我们说 那当时拜占庭王朝 皇帝虽然是被这个生情活拿了 活捉了 皇帝呢 他们收回皇帝也付出了一大笔赎金 但是拜占庭帝国一定不会吃这个亏 都卡王朝啊 那么在1074年2月的时候 这时候呢 就派人 当时的这个就是帝国皇帝 谁啊 米查尔骑士啊就派谁派使者去到欧洲 建到了教皇 就希望教皇啊说 在我们的这个东方出现了一只异教徒 其实大家要知道 这段历史啊和 有后来对欧洲人文的影响是特别特别的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可能大家都玩过暴雪公司的一款游戏 叫做Diablo 翻译过来恐惧 大波罗2 暗黑破坏神2 那么暗黑破坏神2就有一个这个场景切换 从第一幕到第二幕 那么第二幕是什么 是这个等一会儿啊 他们还没说完啊 先别着急 学乐乐啊 第二幕就是遥远的东方 你会发现当时东方的建筑就和这种 这个伊兹兰的建筑是非常非常像 然后呢 这个米查尔骑士啊 派使者去见教皇 说我们应该 我们西方出现了 这个我们东方出现了一大堆异教徒 这群人是要学习整个基督教 他们开始往上是吧 去这个 这个来开始来打我们了 我们如果再不抵抗的话 我们会被他们全部消灭掉 会被异端消灭掉 那么教皇呢 也非常认可米查尔骑士的这个请求 他也认为应该是吧 去这个出兵 但是呢 这个时候啊 这个时候 教皇啊 正跟什么 这个神圣罗马帝国 双方在争权利呢 教皇说我说的算 神罗马帝说我说的算 教皇得听皇帝的 皇帝说你听教皇的 因为皇帝你信教啊 这一下子争啊 争了20年 争了20年 所以咱们说米查尔骑士啊 是一个倒霉的这个拜占庭帝国的皇帝 没办法人家在忙着内斗呢 来不及啊 来不及 哎呀 等内斗了 这一下子内斗了20年 换家了 换家了 东罗马帝忽悠西罗马 其实啊 这是因为到了20年以后 1096年 教皇终于把权力是攥到了自己的手中 那么那个时候啊 其实塞尔鲁突厥人呢 开始膨胀 四处劫掠 而且塞尔鲁突厥有一个天生的缺陷 他们千不该万不该 干什么 开始采用分封制 也就是把国家分成了很多很多块 都是塞尔鲁突厥人 那么那么我们说如果有一个强权的君主 这种分封制就是类似于像成吉思汗这种人物 可以带着一大群小弟去打别的国家 但是一旦失去了这么一个强权人物 就会四分五裂 内斗不休 在那个时候的塞尔鲁突厥呢 看似强大不断的发动对外战争 实际上内部已经开始干什么 在削弱了 这是奥斯曼的前身塞尔鲁突厥 那么到了20年以后 这一下子时光荏若 搜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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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 那么总算是欧洲解决了这个内部争搬问题 大家呢都认为 我们都应该团结在教皇周围 只有教皇才是神圣无比的 教皇他能够代表皇帝来 而不代表这个上帝来行使上帝的意志 然后教皇就说了 现在主的坟墓已经被异教徒占领了 哪儿啊耶和撒冷 我们呢应该夺回主的坟墓 不要让这个圣城被异教徒所践踏 那么第一次十字金东征就从现这一刻开始了 那么一开始啊 咱们说呀 十字金东征有一个口号 以天主为名 去这个抢劫吧 抢到的东西啊 都是归你的 还不是各大骑士团这个上线啊 这时候各大平民上线了 那么当时的欧洲正好处于中世纪黑暗时期 很多农民是吧 这个主挂了 那那那就是主挂了吗 那耶稣不是死了吗 那那后来复活那是另外的事啊 当时呢 欧洲呢也处于中世纪黑暗 而且呢欧洲的土壁 监并现场下降了也非常非常严重 有很多什么流离失所的农民 那么在这些农民又是虔诚的这个基督教的信徒 他们立即响应了这个教皇的号召 浩浩荡荡的啊 穿过了这个拜占庭王朝来到小亚西亚地区 来跟谁塞而入突厥人作战 这是第一支部队啊 第二支部队 那么我们要说欧洲歧视团的时代到来了 什么医疗医院医疗骑士团圣殿骑士团都是在这一时期啊 三大骑士团的时代就是从这开启的啊 前面你看啊 平民打头阵 流民打头阵去抢去吧 实际上这就是什么炮灰啊 先看看塞尔州突厥人的实力 哎 能不能打 接着欧洲贵族的精锐上去 那战争开始了 那么我们说呀 当时突厥啊 塞尔州突厥啊 也是这个倒霉催的 哎 真的是 他在对对 条顿骑士团 神圣骑士团都在这一会儿 倒霉催的干什么呢 塞尔州突厥的这个就是主力啊 并没有在小亚西亚 那人们呢 那会正在哪呢 在这个伊朗高原 去打这个波斯人 正在那作战呢 所以呢 当时这个塞尔州突厥呢 在他的苏丹就是马克力莎去世以后 然后呢 内斗不休 还要发动对外战争 实际上你说 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 一个国家本身都都是隐患了 你还要外扩 主力全在伊朗高原上 你说你想拉的回来呢 容易吗 两线作战的塞尔州突厥人 终于遭受到了他们历史上的什么 一次大的这个惨败 哎 对 拜安庭公斗可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精彩 哎 那你要说 这就是因为咱们要说呀 一开始啊 十字军的这个 农民很快就被塞尔州突厥人打的是落花流水啊 农民吧 哪有什么战斗力啊 没有什么战斗力 但是后面的十字军 那么也就是农民的后续部队 这全都是欧洲的什么 欧洲的精锐 那么在当时欧洲的这个农金技术啊 是超过塞尔州突厥人的 欧洲的这些装备 哎呀 人数都是超过什么 这个塞尔州突厥人的 那么他们这一下子大军一来 当时啊 整个亚西亚小亚西亚地区 就是很多塞尔州突厥人的城池都被攻陷 一路就学习 那么当时这个塞尔州突厥人呀 是凯雷斯 凯尔斯 他呢 正一听到消息啥 老欧快没了 老欧快没了 赶紧干什么 我需要回旧 带着大军要往回回旧 那他这是马不停蹄的往回跑 可惜呀 在他到达这个都城 尼西亚之前 尼西亚已经是这个就是淡尽粮绝 而且孤城被围了很久 里面都也就城里面都已经到了这个没饭吃的地步 守军投降了 晃晃白旗 哎 关键时刻这个时候就不好使了 那么尼西亚城这么一晃白旗啊 石子军啊 这就疯狂的涌入这个塞尔州突厥人 抢劫了数代啊 财富之城 就是塞尔州突厥人 打这个走南闯北 打了这么老多地盘 洗劫了这么老多国家 抢了这么老多东西 所有财富都在哪呢 都放在尼西亚城 那么石子军冲到这个尼西亚城都傻了 哇 这仓库里面都是金银财宝 斑斑斑斑 为什么石子军东征是如此狂热 除了宗教的信仰 还有一方面是因为 在这一次东征的过程当中 欧洲的这些骑士们 报复 为什么后来三大骑士团都具有钱 抢了人家多少袋 寄了一下的家业 我跟你说 真都笑歪了呀 哎 这这这 哪还有这么爽的事吗 直接就是 这些抢回来了 这是一群强盗洗绝了另外一群强盗 就是强盗去碰 这个去打劫别人 没想到强盗碰上贼爷爷 老窝被人家给搬了 那么看这个 开尔斯二斯一看 尼西亚丢了 我得夺回来呀 开始去跟欧洲的这个十字军骑士团 来自面对面的正刚 刚正面 那你说手都都丢了 士气十分沮丧 更关键的是 欧洲人呢 也非常非常的什么 聪明 聪明 那么聪明到什么程度呢 把这个开尔斯的家眷啊 全都搬到这个东罗马帝国 也就拜登庭王朝 把这些 塞尔都突厥人的这个 就是 老婆孩子都接走了 接走了啊 你们再打仗 老婆孩子 他就没命了 所以 在士气极度低下 缺乏补养 然后敌人兵力占优 而且武器占优的情况下 这一次塞尔助突厥人 赛尔助突厥人 迎来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败 就包括当时的苏丹 凯雷斯 艾尔斯本人 也大腿中箭 不得不退到这个边境城市 那塞尔助突厥人 这一下子再也牛气不起来了 整个小亚西亚地区 大半又被十字军夺回 那么塞尔助突厥人 只剩下很小的一块土地 你说都这样了 还能翻盘 翻不了盘 哎 按理说就不会有后来的这些 奥斯曼土耳其了 哎 真的不会有 关键你架不住人作呀 然后再过了几十年 也就155年2月 咱的这个凯雷斯艾尔斯 苏丹 倒霉苏丹 从这个大统一国家到这 是吧 就成了这么批大点地方 病逝了 他的长子啊 就是凯雷斯二世继位了 那么也称这个艾尔斯二世 那么艾尔斯二世一看 爹啊爹啊爹啊 你可真是坑我呀 你真是坑我 你说 您在的时候 一个强大的帝国 就算是内部有点毛病 那有点矛盾 叔叔们 伯伯们经常吵架 也不至于连首都都没了 但现在年纪给我的时候 首都也没了 咱地盘就这么一点了 还被人盯着 时不时的被人敲我们一杠子 我们也打不过 都得往人家叫坝了 你说我 真真是啊 咱说多难兴邦啊 没想到艾尔斯二世啊 真的是逆境翻盘了 他在成为苏丹之后 做出的什么 第一个啊 举动 别跟我谈宗教 谁跟我谈宗教 我跟谁急 你不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吗 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不搭呀 没关系 这不是个问题 这艾尔斯二世呢 二话不说 我要去哪 我要去遥远的西方 去哪啊 去拜占庭王朝 我去拜见 拜占庭帝有的皇帝 曼努尔 哎 那么这样呢 他在这坐着船 对对对对对过去了 带着很多人 带着很多礼物 见到了皇帝曼努尔之后 那么艾尔斯二世 直接跪到他面前 我爹错了 我是开始 我来是给我爹认错的 我来是为我爹 呸不是的 您打我一顿吧 这些金银财宝 都是孝敬您的 哎 我们萨尔特决人 最最豪爽了 看到您这样的英雄 佩服的不得了啊 来 那您抽我 握心肠胆夹送礼物 哎 这一通马屁拍下去啊 你看啊 我们说宗教这个东西啊 在这个统治者眼里面 都是一个工具 你看按理说 曼努尔见到这个 艾尔斯二世 你个异教徒 你个信伊斯兰教的 砍他退出去砍了 别别别别别 人家 是吧 这个人的错 就是好孩子嘛 这个 信仰这个东西嘛 他也可以是吧 信这个伊斯兰教 也可以信基督教 快了 这萨哈丁也快了 咱们先 咱们因为点的是 塞尔鲁突厥历史 萨哈丁最后 顶多这个议题 咱们先讲 那个被打击的 塞尔鲁突厥人 那那那那那 人家就信个 哎 无所谓 信仰自由 信仰自由 好 那你 那你 这个 我原谅你了 看到你态度 这么诚恳的地方 那废话 多少 这个就是 金银财宝 那 你有什么要求吗 哎 这个艾尔斯二世就说了 我要求很简单 哎 我要效忠于你 我要效忠于 东罗马地步 我要效忠于 拜占庭王朝 我就打心眼里面 看不起我爹 哎 太垃圾了 您才是未来 呦 哎呀 你这 这这这这漫路啊 这感觉 这这这这这 这厉害了呀 行行行行 那我这样吧 我有些仗啊 想打 哎 但是呢 我觉得呢 我自己的这个部队啊 有点这个 你说我要摟到 我自己亲自出手的话 别人会说我啊 要不 你帮我打了 哎 这艾尔斯二世二话不说 我帮你打了 您放心 你说打东 我就打东 你说我往西 我就打西 您让我打哪 我就打哪 哎 哎呀 我觉得呀 当时啊 这个拜占庭帝国的皇帝曼多 你好歹读读中国史啊 你知不知道 在春秋战国时期 有一个国君啊 他叫这个 啊 夫差啊 他呢 有宿敌 叫勾剑 他爹巫王 他爹河吕啊 就死在勾剑手上 等他打败勾剑之后 勾剑也是这么剑 哎 来卑躬屈膝 哎呀 他没杀了勾剑 后来就被这个勾剑给干了 你要知道这段历史 你肯定干什么 二话不说 先把这埃尔斯阿尔斯扛了 收下礼物 是吧 接受他的道歉 但是不好意思 你得死 可惜的是啊 可惜的是啊 这曼努尔呢 竟然接受了埃尔斯的效忠 行 哎 我知道你们突厥人能打 行 以我的名义 哎 你去打去吧 我在后面 我给你支持啊 你去凉了 你就给我 我给你提供凉 你去钱了 我给你提供钱 但是你就帮我去削他们 因为当时周围有很多小部落嘛 那好了 你这下子 埃尔斯二叔叔打着这个 东罗马帝国的这个名号 在东罗马帝国的这个支持之下 削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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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啊 领土又回来了 甚至等到最后 塞尔州突厥 又再度能够威胁到 拜占庭王朝 那么明天 我们来好聊一聊 哎 养虎为患的 东罗马帝国 哎 我觉得 这个 这个 这个埃尔斯二四肯定是压得 跟学了这么一套 哎呦 你这回头 到后来 东罗马帝国要讨伐塞尔都突厥了 没想到被塞尔都突厥又干什么 反顿东姑了一波 哎 哎 我不是也太短了 这扛不住了 哎呀 扇扇扇子 扇扇扇子啊 这个骚操作 真是骚的 真的是啊 骚的够腔 翻杀了快 要大败一波 不够爽 三国三国不够爽 明史明史不够爽 这个 讲奥斯曼土耳其帝国 你们也不够爽 你干脆把主播我累死算了 我也快要说了 这玩意儿再这么讲下去的话 我也是要吐血三生啊 哎 他们的祖先就是这么成长起来的 哎 谢兄啊 先别撑气了啊 看完以后 说实在的 这社会啊 就是套路与反套路 我不 没敷衍 说实在的 你得算算 我写三国啊 得四五个小时啊 我准备明史 得半个小时啊 我准备这 塞尔奥斯曼土耳其 哎 又得一个小时啊 我工作 你好歹让我一天 是两三个小时当工作吧 然后我还要吃饭 睡觉 你们这 这这这 这 说实在的 哎呀 我的妈呀 我在讲的时候 是全身心的投入 你没看 讲到我 哎 满头大汗 我也说 艾尔斯二次 也是真能忍 啊 牛不听 哎 猫抱出来 咱中午抱抱 我也快干不动 哎 炒归炒 说炒 说装出来很生气 你一定要抓着别人 袋里面炒 哎 对呀 我 我肯定要保证最佳状态 给大家讲这段历史 要大家听得特别特别爽 否则你说我拿本书 给你咋子捏 那那那那 说实在的 直播间的水友 都得让我讲过 炮光了 说什么时候讲这个春秋战罗 等讲完轻史吧 轻史的话 不出意外的话 应该是明年2019年的年底能讲完 说国外的历史也就这么了解吗 不会只了解一部分啊 你要说欧洲史的话 也是只知道极少数 谁也不可能做到全通啊 因为这段历史和中国的历史 有点关联 就是这么说吧 在唐朝灭了突厥之后 突厥的一部分是并入了唐朝 然后呢 突厥的这一部分呢 就发展到这儿 就是从中亚一直迁徙到欧洲 你要说他和中国的交集 就是说 唐朝在和突厥交战的过程当中 互相学习 然后塞尔州突厥 在这个耍无赖的时候 能看到中国人的影子 都是略懂 对对对对 主播都是略懂 略懂略懂 想要精通做梦去吧 光看点击呢 都已经就是按蹲算的 读书不够多呀 说实在的 每天呢 我也在感慨 自己读书读的还是太少了 这个倒不是说谦虚 真的啊 你说这个凯尔斯二次 简直就是缺德缺到家了 就是突厥人一开始的时候 都是这个直肠子 学坏了 有点联系 就是说 这种联系就类似于那种 互相吸收 就换句话说 就是突厥的两个方向 就是一开始啊 在这个就是突厥啊 挺挺耿直的 就是在魏晋南北朝中后期 然后呢 在被这个 就是李世民李静教育过了以后 突厥人也学坏了 因为李世民一方面去这个 就是二词二词 很打字字是有点问题的 因为翻译嘛 你得输就是音译 学坏了 就是玩新眼子了 很快就是赛尔多突厥 这个他的这个没落呀 不过百年的事 哥 fís哥 我们知道了 features 聖 对 我